星期四,美國共和黨最後四位總統參選人將會在陌生雞州舉行一場辯論會 他預領先地位的川普因為剛剛贏得到幾個州的初選勝利而形勢正王 但他的對手亦為阻止他獲得黨內提名而進行新的反撲 60名共和黨外交政策資深人士星期三晚間發表了一封反對川普競選的聯署公開信 表示川普的行為方式將會使美國變得更加不安全 信中列舉了很多反對川普競選的理由其中包括他發表的反穆斯林言論等等 川普在競選中持續獲勝觸發了他和一些對手之間的唇槍竊劍 星期三晚上在紐約時一次公開集會上 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希拉里克林頓對共和黨同僚的行為提出了批評 他說他們共和黨的初選當中有很多互相指責和侮辱的事情發生 有些人可能認為很有趣但這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 當你在競選總統的時候說的任何事都非常重要 成為總統之後就更加要小心 因為全世界的人都在聽你說什麼 共和黨參選人本卡森將不會參加星期四的辯論 他表示看不到獲得提名的前景 目前川普的共和黨選舉人票遙遙領先 3月15日俄亥俄州和佛羅里達州將舉行初選 這兩個州均採取聖者傳取的制度 即是在州內獲得選舉人票最多的參選人 將會獲得該州所有選舉人票 同時希拉里克林頓和他的對手桑德斯 星期日將會在密西根州的佛林特舉行辯論 這個城市正處於食水污染危機當中 密西根州選民下星期將會參加民主黨的初選投票 最初紅色的戰場 最初紅色的選票 你們兩位不能參加 還是亦 剛才成的選票 市民希望